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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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研究工作 考古队队长马永盈 对汉代帝灵制度非常熟悉 于是他将目光 投向白鹿园上的窦皇后灵 因为窦皇后 是汉文帝的皇后 而且汉代当时 实行的是皇帝皇后 合葬同营一血 所谓同营一血 就是皇帝和皇后死后 要葬同营 也就是说 汉文帝的霸灵 就在窦皇后灵的不远处 可这不远处又在哪里呢 就在此时 考古队获得了一条重要信息 几年前 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 在白鹿园上 曾发现过一座 没有封土的特大型墓葬 它的墓葬规模很大 墓葬边长的七十多 当时按这个级别的话 是最高等级的 这座特大型墓葬 名叫江村大墓 江村大墓不仅规模很大 还有着四条长长的墓道 从外形看 很像繁体字的亚字 江村大墓是亚字形 这是定格配置 当时的最高级别的墓葬 只有皇帝皇后 地后才能享用的亚字形 特大型墓葬 地面无封土 距离窦皇后陵 仅有八百米 这些信息 不约而同地将江村大墓 指向汉文帝的霸凌 但面对如此多的证据 马永莹却不敢轻易下结论 你要问有没有更直接的证据 其实要说的话 所谓更直接的证据 就是咱们的发掘 或者调查勘探 是不是挖出来了 或者说发现了 这个带有霸凌两个字的 文字形的文字 考古对希望 找到最直接的证据 证明霸凌 上世纪末 马永莹曾参与过 汉景帝杨陵的考古工作 当初每个人都知道 他们在发掘杨陵 但直到一些瓦片的出现 才将杨陵确认 信息公布于众 有戳记 戳记有三个字 前两个字就是杨陵 什么第三个字 到现在不太清楚 也没有认清楚 但是它出现了 另外一个 我们在汉阳陵的东边 发现发觉它的灵异的时候 结果从灵异里边出现了 杨陵经相 杨陵经致 这样的广当 这都是直接的证据 考古是一门严谨的科学 所有推断要遵循严密逻辑 以及直接证据 但是霸凌的很遗憾 到现在没有这样的证据 2017年 经国家文物局批准 马永宁带领考古队 对江村大幕展开正式的发掘 然后 就是第二天咱来看 没有人在大动 咋以后一感觉有东西 然后他在大看杀 他希望找到更直接的证据 这现在钻的啥 起名簿 这一团起名簿 都地了 高级 有啥情况 好嘞 你看看 你这图是这个园 这个园上边还是有点 对对 压上给大家挂 那说明这个 这还是 应该是地和幼东西 经过持续不断的勘探 考古队员发现 在江村大幕的外围 竟然有一百多座外藏坑 初来我们在这个墓葬 探清楚之后 又在墓葬外围 又有了更惊人的发现 结果是在墓葬外围呢 发现了这个围着这个墓葬呢 一圈拍来了一百一十多座 这个配藏坑 我们呢叫外藏坑 眼前这一座座土坑 在两千多年前 曾放着一个个大木箱 他们的专业名词叫外藏果 果中放置不同的随葬品 两千年之后的今天呢 咱们这个关中呢 半干半湿的一个黄土地带呢 这种墓葬留存不下来 所以说呢 这个墓葬呢全部腐朽 就成了一个坑的形状 一百一十多座外藏坑 紧紧围绕着江村大幕 这样的景象 马永宁在汉阳陵发掘时 也曾遇见 在汉景地阳陵的主墓外 也有八十多座外藏坑 此时 马永宁很清楚 如果江村大幕就是霸灵 这一百一十多座外藏坑 可不仅仅是放置随葬品 那么简单 外藏坑 它并不是简单的埋藏的 所谓的生活物资 培葬品 实际上外藏坑呢 在这个西汉地灵里边 它有特殊的意义 它象征的是地下关属机构 关属是治理国家的运行机构 誓死如是生的古人相信 人在死后会进入另一个世界 生前有什么 死后也该有什么 江村大幕周围一百一十多座外藏坑 或许埋的不是简单的随葬品 而是牧主人生前的身份象征 所以说你想想 如果是地下关属机构 代表这个中央三宫九卿的话 而且是 就是这些中央的三宫九卿呢 围着这个陵墓 这个陵墓转一圈 你想想 以陵墓为中心 那陵墓中心的人是谁 只能是领导三宫九卿的人 那这个人当时是谁 只能是皇帝 答案很简单 如果江村大幕是霸凌 埋葬在主务室的 只能是不见风土的汉文帝刘恒 实际上这就是突出一个中心 这个所有的官署机构的官员 都围在皇帝的中央 但此时 考古专家们还是不敢立即确定 你要有依据 要有充分的依据 深度比较深 深度都十米左右 所以说现在 就是这一批坑 当然现在是江村旁边发现这一批坑 西汉地平整个的偏的正的 就是把所有的方向 没有规律 考古专家们认为 单凭数量巨大的外藏坑 仍不足以下定论 它们需要更多的证据 2017年11月13日 江村大墓周围的八座外藏坑 正式进入发掘阶段 30年11月15日 60年11月13日 三十年11月15日 10年11月15日 广告 日本春日 先进入发掘阶段 她都知道 糖落 雪 想负 考古队员却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 江村大墓已发掘的陪葬坑中 出土的东西以铁器 陶器居多 却没有发现贵重的金银器 这似乎不符合一位皇帝的身份 2011年 江西南昌海昏侯大墓 开启考古发掘 墓中金银饰品 精美器物 让人目不暇接 汉文帝刘衡是西汉第三位皇帝 海昏侯只是一个猎猴 而且两人去世时间相距不到一百年 随葬品规格相差如此悬殊 考古专家们却认为很正常 是因为汉文帝本人呢 是一个节俭皇帝 西汉初期 这个新建立的国家刚刚结束长期战乱 社会经济凋敝 人口衰减 汉文帝刘衡 与他的儿子汉景帝刘起 不时对全国减免填苏 对周边敌对国家也不轻易出兵 维持和平 以免耗损国力 几十年后 金瑶伯父与民休息的政策获得回报 国家得到恢复 并且迅速发展 史称文景之志 汉文帝本人也十分节俭 希望以自己为表率 缩减国家开支 贵族官僚不敢奢侈无度 从而减轻百姓负担 这样的表率一直持续到他死后 史记记载 汉文帝临终前 要求不许把金银珠宝 埋入地下 陪葬器皿 一律使用瓦器 尽一切可能做到节省 江村大墓外藏坑中 没有金银器 似乎印证了汉文帝霸凌 国葬的记载 此时考古专家们越来越坚信 江村大墓很可能就是埋葬汉文帝的霸凌 我们当时就觉得这个墓有可能是汉文帝的霸凌 为什么讲有可能呢 咱说咱说那个啥一点 这个考古毕竟是一门科学 那你还是要有严密的这个逻辑推理的 有科学依据的 考古队还在积累着证据 2011年11月 在对窦皇后陵勘探时 考古人员在窦皇后陵与江村大墓之间 意外地发现了一座小墓 现在南边那个坑边在那 就你说那个长坑 从这都南边我哥都得有多远 16 17 18 19 这座小墓呈甲字形 全长近60米 墓室边长19米 墓道朝向东边 正对着窦皇后陵 考古人员判断 这是一座平非赴藏墓 这个赴藏墓在整个江村大墓和窦皇后陵的大陵园之间 就是按照西汉的一些礼制 我们通过文下的查找 西汉的皇帝呢 他的这个除了皇后之外 其他的妾都称为夫人 并且根据此前我们在汉元帝的卫领 汉元帝的义领看他的情况 在这个大陵园里面都有多多少少的这种赴藏墓 作为皇帝 汉元帝刘衡自然也有不少平非 对于自己的平非 文帝显得很仁慈 他在遗诏中 允许自己死后 平非可以再嫁 有家的可以回家 无家可归的也可以守灵 江村大墓旁 平非复藏墓的发现 与史记的记载相互印证 这又是一个有力的证据 但是考古专家们还嫌少 要确定江村大墓就是霸凌 这些证据还是不够 所以我的意见是哪里 就是不行的话 恐怕还得再往大里 对 这样的话 这样的东西是 把这个摊放真正扩大了 一倍 两倍 行 这样就可以 马永莹和同事们 将摊探范围向外扩产 希望找到更多的证据 2011年底 在江村大墓西侧 考古队员发现了一段 核卵石铺设的仪器 这些核卵石排列整齐 清晰可见 长度有400多米 显然这是人工所为 那么这个铺石仪器实际上是 它是由两块 就是一六两侧 这个约30多 直径约30多厘米长的 立石就是核卵石 铺成了约1米3到1米5左右 宽度的这么一个 线性的这么一个仪器 中间由6至7块左右的 这个核卵石 大小不等的核卵石 平铺而成 形成一个界限的一个仪器 考古队员通过比对发现 这些核卵石 来自白鹿原脚下一条著名的河流 坝河 发源于秦岭的坝河 原名滋水 秦汉石 坝河上曾架有木桥 名叫坝桥 坝桥不仅连接着长安东城 各主要干线 更是关中交通要求 今天的西安市坝桥区 就是因为这座桥而得名 坝河中的核卵石 为何会铺在了白鹿原上 宽度一般都是在 一米三到一米五之间 它中间是有五块 五到六块这样的核卵石 平铺而成 形成长条形的仪器 有东西巷 有南北巷 基本上是围绕江村大墓的墓园 围绕起来 是一个正方形的 一个用核卵石铺成的正方形 将江村大墓围在正中 它是围着这个江村大墓转了一圈 等于形成了一个陵园 这个正方形是什么呢 它与江村大墓有着什么关系 它的意义呢 跟那个这个陵园 跟其他的陵园拿横土 横起来的墙的意义是一样 它就是一个陵园的标识 陵园的边界 是这样子 古代皇帝的墓葬 不止建在地下 地面之上 还有寝殿 变殿 陵庙 等大量建筑 这些建筑会被围墙围住 围墙里面就是陵园 但问题也随之出现 如果江村大墓是霸凌 为什么不采用关中地区 最常见的夯土围墙呢 之前的高祖长陵 惠帝安陵 包括后期的阳陵 茂陵 都是夯土铸旧的原墙 因为咱们这个关中平原 就是黄土高原 本身那个土呢啥 黄土的这个殖利性又好 所以大部分的建筑 都是黄土铸成的这样的夯墙 没有夯土 原因何在 马永莹望向那位 两千多年前的汉文帝 或许在他身上 能够找到这种特殊围墙的来由 史记记载 汉文帝不仅要求他的陵墓 放弃高大的风土 其他各项也要尽量节省 那个卵石呢 是自然生成的 在坝河这儿就有石头 从那儿弄上来之后呢 然后我围着铺上一圈 是不是比那个夯土墙要 省风省力的多 所以说也是一个 节省的一个表现啊 既然陵墓连高大的风土都省了 从坝河中运出现成的石头 做陵园的围墙 或许也在情理之中 考古队员将其称为石为界 如果江村大墓就是霸凌 这石为界的设置 也符合史记中 玉卫省吴凡明的记载 江村大墓石为界的视觉早已结束 村民重新在土地上 种起了樱桃树 而距离江村大墓不远处的 伯太后陵 同样也发现了 相似的石为界遗迹 而关于他的视觉 正在进行中 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呢 是我们伯太后南陵的一个视觉点的一个解剖点的现场 视觉出来的结果其实跟这样的一个石为界有一些比较相似之处 它都是由历史组成两边的这么一个边 就是石为界的边 中间有何卵石平铺起 通过伯太后陵园相似的黑卵石围墙 我们似乎可以看到 那个与您休息的帝国 正在从上至下积蓄力量 白鹿园上了解了江村大墓石围界的缘由 考古队员仍没有放弃这条石墙 开始在附近探索 不久之后 他们在西墙外有了新发现 这是干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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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生无极 意思是长寿没有起点 永生的意思 常乐未央 以为快乐的没有止境 快乐无边 这样的愿望 常常被烧制在汉代的瓦当上 汉代当时的建筑塌了之后 二次堆积的瓦片 这些东西这是铺地砖 这些砖是干啥呢 当时就是规格高的这种建筑 它铺地 这是铜瓦 铜瓦对 这是这边的 这是板瓦 这是铺地砖 那是铜瓦 这是瓦当的残片 板瓦 铜瓦 铺地方砖 都是建筑材料 但它们并不是普通民居留下来的 那么 在石围界的外面 会是怎么样的建筑呢 石围界的外头是雀门 是门雀 这个门雀结构 根据咱们现在钻的遗址来看 是现这个建筑呢 其实很宏伟 雀 家门而建 是宫殿 城园 祠庙和陵墓前 对称建制的高台建筑物 因此也叫门雀或雀门 早在之前 汉景帝杨陵的考古中 考古队员就曾发掘出 南门雀的遗址 汉阳陵呢 在这个陵园圆墙连接的这个美面 这个陵园的对着风土正宫的位置呢 也都有门雀建筑 所以说呢 从这来看的话 这些配置呢 也都是皇帝陵的配置 如果江村大墓就是霸陵 考古人员推测 这座陵园 也应该有东西南北四座门雀 而此处或许是潮汐的门雀 我们根据看成果来讲 我们觉得这个陵园 至少是一个顶级配置 那你当时的顶级配置 那只能是皇帝 但是我们还不敢断然想 这个这样的结论 证据越来越多 但考古专家们仍是不敢下结论 因为发现了一个新的问题 如果江村大墓 就是汉文帝的霸陵 为何那条和卵石围墙 只围住了汉文帝的陵墓 而把窦皇后陵隔在了外面 这显然不符合汉代帝陵 同营义学的制度 但是汉文帝这很奇怪的是 他怎么会没有前期的大陵园 可是有了后期的小陵园 就是让人觉得很突兀 按照马永明的理解 汉文帝这样一个崇尚礼法的人 一个古代封建皇帝楷模 怎么可能把皇后的陵墓 与自己隔开呢 那么更外层应该还有一圈陵园围墙 围住了江村大墓和窦皇后陵 勘探调查的范围再一次扩大 考古队不断在江村大墓周围进行走访 询问当地群众是否看见过古老的夯土墙 功夫不负有心人 终于在2020年 考古队找到了一丝线索 你过来看看 到这来看 对 你看 你看 这个夯土非常好 那是一处断崖 因为这块老百姓平成土地的时候 可能把这给削掉了一块 结果这个断崖暴露出来 这个夯土非常的好 这个一层一层的 这个夯层的厚度 大概有这个 我看这样子 大概有个六七公分 七八公分 不到这个十公分的样子 一层一层的 非常的明显 考古队连忙在这里进行了试局 果然发掘出一段完整的墙体 平面上面的夯窝非常明显 一个月的夯窝非常明显 当时发掘的情况 还是充分验证了外沿墙的存在 顺着夯土墙的延长线继续探寻 考古人员发现了 更长的夯土墙遗址 我们的探工顺着 发现的夯土的线索 然后两边追 追以后后来发现这个墙很长 有一千多米 追了一千多米 它这个墙体 整个是把这个窦皇后陵 和江村大墓包在了一起 包围江村大墓 与窦皇后陵的围墙 终于被发现了 他们同在一个大陵园中 等于说江村大墓和窦皇后陵 是在一个大陵园里 我们讲汉代的时候 皇帝皇后合葬的是同营一穴 你既然在一个大陵园里边 那就是去同营 然后一穴 个人起一个坟头 个人修一个坟墓 这明显的是夫妻俩 这肯定是汉文帝 至此 考古专家们终于可以确定 白鹿园上的江村大墓 就是他们苦苦寻找的霸灵 江村大墓的墓主人 就是西汉第三位皇帝 汉文帝刘恒 公元前157年 汉文帝刘恒驾崩 长年于白鹿园的黄土之下 司马迁在史记中 第一次记载他的陵墓 却并未给出确切的地点 北魏时期 地理学家力道源 在水晶著中记载 霸灵在白鹿园上 到了元代 方志学家骆天香 在内边长安治中 写道霸灵就在凤凰嘴 随后 这个错误的位置 成了人们的故事 直到清代 人们仍对此深信不疑 朝廷要员在这错误的位置 立起石碑 祭祀汉文帝 2001年 江村大幕被盗 文物流失美国 中国外交部门极力追缴 2003年 相关文物回到陕西 2011年 马永英带领考古队 开始寻找霸灵 那时 他46岁 十年后 2021年12月14日 中国国家文物局 召开考古中国新闻发布会 马永英和同事们的研究成果 被公布于众 确定陕西西安 白鹿园上的江村大幕 就是霸灵 海中宣传 海中文物质 这次第1天 再次会 入口 中文物质 入口 中文物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